先发轮值一字排开 富邦汉将可说是五对之最 有最强羊头所杀挂头牌 搭配大联盟资历的新羊将杰斯 以及打滚中植迈向第九年的萝莉 本土部分则有陈士鹏和江国豪左右护法 不只开季轮值完整 接下来还有持续壮大的可能 以重的本土先发 目前在上半季应该就是陈士鹏 然后再来才是江国豪 但原本也想再试一下这个范玉 但是也很可惜 看起来状况没有调整出来 这是上半季的部分 那下半季当然他能够增加的战力就非常多 江少庆伤后付出的郭俊玲 那市场和这个先发人选是完全没有问题 期待郭俊玲的商誉付出 也期待状元签选进旅美好手江少庆 富邦先发阵容坚强 这相较之下 球迷担心的是牛棚在赖师傅赖红尘出走之后 新加入的林柏佑能不能顶上空圈呢 当然赖用城好用 绝对是好用 因为他很少受伤 那又是一个左投手 那也有一定的一个球速 也比较怪异 但是我想他后续补上林柏佑 那林柏佑很明显的已经调整妥当 官班热身赛也出赛有四场投的也不错 所以我觉得虽然一左一右 但是我觉得不但有补上来 而且甚至于还有点小小的加分 因为毕竟林柏佑的稳定性其实是 还有经验来讲其实是还不错 那再加上他们在官班热身赛也意外 这个得到这个小将曾俊玥 那我想他初期摆在牛棚 那我想出身之赌不畏虎这种选手 应该在一开始也会让大家眼睛为自己一亮 34岁的林柏佑去年受到伤势影响 只投7场比赛防御率高达9 但吴俊良教练也指出技术没问题 林柏佑丰富的经验更能稳定牛棚 尤其今年换了新球之后 更是带来另一大力多 羊头也好土头也好 其实他只要是控球好的投手 今年应该都会有不错的一个发挥 因为今年比赛用球之外 从热身赛来看 好球带也回到比较正常 那这两项都对整个投手 还有打者之间的一个优劣事 是影响很巨大的 所以包括刚才提到的曾俊玥 那包括这个可能要做这个 一人头的这个小将 另外一位年轻头陈伟林 那我觉得包括羊头罗利等等 我认为成绩都可能会比过去 或者是预期要来得更好 富邦在新球季大胆给新人机会 登陆了四名新秀 曾俊玥和陈伟林都在其中 拥有可预期会提升的先发 还有经验潜力艰巨的中绩 关门任务交给小飞刀成红文 面面俱到的投手阵容 搭配钻石打线 汉将今年绝对是来势汹汹 Y2新闻采访报道